歡迎收看大人畫質 一國兩制之下 澳門香港是兩樣情 人民日報海外版俠客島 他就曾經評論 這是因為澳門人懂得感恩 可是香港人卻叛逆 而且有點抗拒的結果 對 但究竟是什麼原因的話 導致就是港澳民眾 在面對祖國大陸的時候的話 他的心態差異如此之大 我們今天繼續邀請到澳門 理工學院的客座講師 董志玲來跟大家聊這個話題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志玲 從你的觀察給大家解答 因為這幾年我們都說 中港衝突的導火線是來自於陸客 但是陸客其實也到澳門去 可是為什麼澳門人對陸客不反彈 是 我想整個陸客 在港澳的一個數量上來講的話 因為我剛剛講說 澳門它是一個比較相對比較小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的陸客 他都會在澳門這個市區裡面來觀光 那當然澳門對於整個陸客的一個需求 比香港來得更大 因為它以一個博彩業的一個 對 以旅遊博彩業為主的一個城市來說的話 它對於所謂的一個觀光客的一個需求 我想比香港來得更大 那麼另外我想陸客我覺得它只是一個導火線 因為在回歸之後我們必須很坦白地說 那麼不管香港不管澳門都曾經透過經濟危機 比如說亞洲金融風暴或者SARS的時候 2003年 是 那麼也因為開放的大陸自由型的關係 所以讓港澳的經濟有快速的復甦 尤其是香港 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想說所謂的一個這個陸客的一個 這個來到港澳 會造成港澳的一個居民的反彈 我覺得它是一個導火線 我想深層的原因 可能跟中國大陸它治理港澳的一個政策 可能會比較有相當的一個關係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那麼我想在整個香港 至於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這個政治勢力比較複雜 甚至於是它的一個自由程度相對是比較高的一個 這個城市來說的話 那麼當然對於這些 等於是越多的管制 它們會越大的反彈 可是對於澳門來說的話 那麼陸客它變成是一個澳門經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柱 因此在澳門來講的話 它沒有辦法不要這些陸客而生存 但是我們也必須說澳門人 它對於這麼大的一個量的陸客來到澳門 造成澳門的比如說公共交通的擁擠 那麼計程車的不好叫 甚至於是在整個鬧事的一個 這個對於我們講叫做 城市的承載力超負荷的一個情況 其實依然是有一些不滿的一些聲音 只是澳門人他會用他的方式 比如說他就留在家裡 或者說到這個我們講所謂居民區 而非博彩區的 這些小店咖啡廳等等的 所以近期來有許多澳門的咖啡廳 那麼有雨後春筍幫他開張 就開在社區裡面嗎 對就開在社區裡面 所以他是為了躲陸客 應該說他就是做居民的生意為主 就讓居民有喘息空間的地方 他有一個變成是他可以不要到這些我們講 旅遊的對去跟陸客來擠 那他也可以有一個換一個環境 甚至於放鬆的一個地方 對 所以澳門人他用他自己的方式來應對這樣的問題 那並不是說當然並不是說這個陸客在澳門的狀況並不嚴重 依然是很多的 但另外一個原因會不會是因為就是 陸客的話在澳門比較沒有就是出現那種爭奪 資源 就本地居民資源的問題 像比如在香港一個很大問題就是比如說 孕婦的話到醫院生產的時候沒有床位 或者是孕婦的話買奶粉的話買不到奶粉 因為都被陸客搶走了 這種情況是不是在澳門的比較不嚴重 對因為在香港跟澳門的基本法上 對於所謂香港人跟澳門人的規定有一個很大的區別 就是在香港有所謂的雙飛問題 對就是你的父母都可以不用是香港人 你只要在香港出生就是香港人 對你就可以是香港人 可是澳門的話你必須要有其中一方是澳門有你的居民 你才可以當作是澳門人來看待 因此就不會有像香港這種 這一個類似是商業行為的一個生孩子的一個情況在澳門出現 那麼另外就是主持人您提到的這個水客的一個問題 那麼當然這個水客是等於是兩地之間的一個經濟上的一個落差 或者是它的一個價格上的落差 導致了這一個水客的一個猖獗 但是在澳門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在關口觀察附近的澳門 這邊跟宮北是非常的近 他只需要走路就可以 所以這種來來回回的狀況是非常的明顯 而且是非常的這個頻繁的 所以因此在澳門的一個這個所謂的一個水客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當然可能澳門本地人他都可以利用走過關自己來當水客 來賺取一些這個水客上的一些費用 所以他自己就是從中的獲利者 對 就比較多澳門民眾是從水客這個行業當中獲利 但是香港民眾還是比較多是受到水客的干擾 對 其實也許我們也可以這樣子說 就是說因為澳門人 因為你會去做水客等於是花很多的時間在這個部分 那相對來說 我們一般邏輯來說 應該會是一個比較這個體力勞動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對於他們來講 他可能對於這個在就業上可能比較困難 或者二度就業的 或者年紀較大的 他就可以利用這種 你就當運動吧 走來走去 他創造就業第二村 幫忙帶東西 幫忙帶東西你就當運動吧 你就走來走去就好了 還可以賺一點錢 賭貼一點家用 也都蠻好 要不然如果我們從地理位置 從他的那個澳門的大小跟香港 因為澳門遠比香港小得多 對 人也少 那我們以每一年有兩千萬的路客 就千萬的路客湧進的話 按你來講 澳門的路客的密度應該是最高的 是 他反彈應該要最大的 是 但是就是因為說整個澳門的一個 這個經濟的結構是非常依賴的大陸的客人 那麼這一些所謂的大陸的客人 當然他也會往這個旅遊博彩區去移動 那麼當然澳門政府也希望說 你可不可以來看一看澳門 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不是只有博彩 比如說他有這個中西文化交會的 這個世界遺產的一些景點 古蹟啊 對 古蹟一些景點 甚至於說有一些比如說這個 過去的一些歷史的一些建築等等 對 都可以來作為觀光的資源 所以他等於是把路客跟他自己居民的需求 是有點自動自己分流開來 互相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聚集在一起去 互相搶資源 對 因為以往在 是 以往在做這個賭場的規劃的時候 那麼就有規定說在居民區是不可以設賭場 所以賭場就會集中在新口岸跟陸淡城一帶 那麼您會看到有非常多的賭場 整個金光大道兩側 對 全部都是大量的賭場 那所以以這個觀光客來說 或賭客來說的話 當然他的首選一定是那個地方 或者其他的相關的賭場的一個集中地 那他就比較不會去進到這個博彩 這個非博彩的一個區域到居民去 但是我想澳門的這個地理環境很小 所以相對還是一定都會有一些接觸的 只是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可能是澳門人的心態本身 因為以往在這個澳普時代 好像在1980年代之前 那麼來到澳門是不需要政見的 你只要任何時間你都可以來到澳門 那之後因為中普聯合聲明的關係 所以才開始有了一些這個 這個邊界上的一些管制 才會出現你跟我的差別 那麼香港的話在1950年代 就已經開始進行所謂邊界管制 所以香港身份證有跟沒有 你就是過不了這個關 跟能不能過這個關的一個區別 所以他們的一個這個你我的差別 可能感覺就比較大 那在澳門的狀況來講的話 就要一直到晚進 甚至於說都還有一些所謂的這個假冒 別人身份來到澳門工作等等的方式 在像澳普時代都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讓澳門人他對於中國大陸來的人 他會覺得不那麼的陌生 因為他可能以前 自己也是 也是用可能合法可能非法的管道來到澳門 那目前都是一個所謂的澳門人 都是一個合法的居民 所以對於這些這個大陸來的客人 他相對的反感度就不會這麼高 那是不是跟他的移民背景 這就是移民背景的差異囉 是所以在以往澳門來講的話 因為澳門人來這個大陸人來到澳門 大概是當然主要是以廣東為最多 因為地零的關係 是那麼大概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非常特殊的有四分之一的福建人的關係 他來到了澳門做這個移民的這樣的情況 移到澳門來 所以在整個的一個澳門的一個社會的一個結構來看的話 我想這個除了所謂的葡萄牙人 或者土生仆人 他是屬於這個比較少的人數之外 那麼當然最多的就是我們講本地的澳門人 或者說來自於這個廣東 來自於福建 甚至於其他省份 那其他省份相對比較少 以這兩個省份為主 這樣的一個移民的一個結構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結構底下 那麼澳門人他也很長的會怎麼樣 會回到內地去 他的老家或者他父母或者他外面 或者怎麼樣 他的一個這個原居地 可能就在比如說這個澳門周邊的一些鄉鎮 或甚至福建他到坐飛機去都很方便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來講的話 你怎麼樣讓他跟內地的這個聯繫的 這個期待要把它切得很開 我覺得很困難的 那另外有一點會不會是他其實長久以來的話 香港人跟澳門人的話 在看待中國大陸的時候 或大陸民眾的心態就不一樣了 對像比如說97年之前的話 很多香港人 因為畢竟經濟實力比大陸好很多 有錢很多 所以心海上高高在上 所以就是比如說我們80年代90年代 我們看到那個香港電影在演那些 什麼表哥道表姐道那些 裡面的大陸民眾的形態 都是比較老土的 對 那就帶有一些歧視的一個味道在裡面 但現在的話即使就是大陸經濟好了 那香港民眾也知道說 他們經濟很大 但是仰賴路客來支援 對 可是現在是不是很多大陸民 香港民眾的話在看待這些路客的時候的話 心態上還是覺得就是 你們是有錢嘛 但是還是一樣很土 所以 他把它當土好 但是澳門民眾比較不會有這樣子 就是看不起大陸民眾的形態 對 就是主持人您剛剛所說的 因為現在香港的經濟發展是比較 比較久的 比較早的 所以它跟中國大陸在以往的一個落差是比較大的 對 那可是在澳門來講的話 它跟中國大陸的一個落差 等於是慢慢 或者我們另外一種說法 它可以是同步在往上發展 是 回歸後 那剛好跟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 也是一樣的一個向上發展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說 澳門人對於中國大陸的感覺 他就不會像香港來講 你這個 這個跟我有這麼大的一個差異 對 所以它相對來講 對於這一個 中國大陸的遊客 或者大陸人來說 它的反彈性可能就 沒有這麼樣的明顯 比香港來說 就不會這麼樣的大 是 它就融合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彼此之間的那種差異 就被縮小了 對 所以就是另外一個原因 我想也是在政治原因上 或者我們叫歷史原因上 那麼從這個澳門 1966年的123事件之後 那麼整個澳門人 他已經非常習慣了 有中國大陸的因素 存在澳門的生活裡 那包含中國大陸的政治勢力 或者說中國大陸的一個 這個我們講 紅底學校的一個教育等等 對 這些東西都讓整個的一個澳門 他對於跟內地的一個差異 不像香港這麼大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說他要這個反中 他的一個反中的情緒 會像香港這麼高昂 我想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比較不會出現的一個問題 另外你剛剛講到教育的原因 會不會是澳門在主權移交之後 關於小孩子的那種愛國教育 是相對比香港還要更落實 所以才會讓新生代的澳門人 其實在面對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比較多親近感 我想是這個樣子 我個人的看法是說 因為在回歸之前 大家這個大陸的力量 就已經進到澳門非常的密集 非常的多 所以他其實不太需要愛國教育 因為他已經很愛國 所以不太需要這個像香港一樣 有這麼多的一個特別的強調 或者特別的去 當然並不代表他們都沒有做 比如說所謂的國情教育 帶你這些年輕的孩子 在念書的孩子 帶大陸去看一看 我們暑假的交流 或者可以告訴你一些 現在基本法啦 或者說內地的一個 現實的發展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那麼讓你能夠對大陸有更多的認同 或者對於大陸有更多的感情 我覺得這個動作是在港澳都在做的 那麼只是說香港的話 他是等於是用一個教育的方式 就是希望來在教育的課程裡面 讓你得到這個我們所謂的歷史觀 或者是所謂的愛國觀 那這個東西在澳門就比較不需要 澳門是在生活當中 就已經融入其中了 對啊 因為他早就有這個大陸的勢力 進到澳門來 所以他不需要利用這個 特別強調教育的這個力量來改變 或者說來增加他的愛國心 他只需要給他看 我們到內地去看一下 現在的發展的情況 你可能對祖國認同就更高了 我看大陸的網民在討論這個問題 他就說在澳門的小學裡面 對於普通話的教育 其實他的時數是很多的 而且非常強調這個部分 因此在他們小孩子的心裡面 其實老早就已經打下了一個基礎 那如果你到大學的時候 你是到廣東去念書 他就會暑假提供給你補助 你回來你只要去上三天的 跟那個愛國有關的課程 他就帶你去上課 他給你錢 對 因為這個普通話 我個人認為 澳門人的 因為我自己在澳門教書 我覺得我的學生至少 我接觸到的學生 我覺得普通話的程度都很好 因為我也是用普通話在授課 所以在這個溝通上 我至少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遇到什麼 好像他說老師我聽不懂你在 你的普通話 或者我不會說普通話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看的話 我想對於這個普通話的接受程度 那也表示說他到大陸去 他也可以講普通話 來跟大陸人來做交流或者接觸 那麼更加的讓他更容易 能夠融入這個部分 那香港人可能有一些 就是主持人您說 他本身就對於大陸的一個 這個印象不是太好 所以他刻意會去講廣東話 來凸顯你跟我不同 或者英文 可以講英文 來凸顯你看我會你不會 或者我是這一個 你不是這一個 表示你跟我是不一樣的 就他著 對所以他就會有出現這種 我們叫做族群的一個 邊界的一個狀況在裡面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那麼這些澳門的學生 他到內地去交流 或者說你到內地去念書 甚至還有一些 這個澳門學生 他是到台灣來念書的 也有非常多的這個數字 至少今年的話 就我知道大概就兩千個澳門學生 他報考了台灣的大學 他希望到台灣來念書 人數也不少 對人數也不少 因為今年大概只有六千多個 澳門的高中畢業生 那他就兩千名 三分之一左右的 數量來考 當然不見得他一定會來 對 那麼至少他來考 表示他有興趣 表示他對於普通話 這個東西 他並不過生 他也能夠接受 對 所以以往在澳門的一個 整個教育的一個情況 那也包含了這個 您剛剛講的普通話的教育 當然也包含了就是說 用台灣的一個教材的基礎教育 對 甚至於到高等教育 到現在為止 都還有很多的 這個澳門政府的官員 他在台灣念完書畢業 回到澳門去 進到澳門政府裡面 做高級的一些官員 所以澳門對於台灣 對於普通話 對於大陸 我想他的一個這個 接受的程度 可能也是相對比較高的 另外一個原因在這裡 對 另外在 其實不管是中港 或是中澳 彼此之間 怎麼講 就主權回歸之後 你不能說澳門對於大陸 他是比較期待 比較嚮往 所以他沒有摩擦 他其實還是有摩擦 我們從幾次社會大事件裡面 就可以看出來 他其實對於 中共治理之下的澳門 還是有他不同的想法 比方說03年 有那個開放賭權 然後05年 2005年的時候 有東亞運動會 接下來06、07年 他也有所謂的武藝遊行 他也有一些社會的聲音 但是香港不用講 大家都知道 那會不會是中國大陸 在治理香港跟治理澳門 在面對這些社會大事件的時候 他的那個鬆緊是不一樣的 所以產生的民眾的反應 會是不相同 是 剛剛主持人您提到 幾個香港跟澳門的 一個社會的 一個事件的一個發生 那我會覺得說 他其中最大的差異 在於他的性質不同 澳門的社會運動的性質 多數在民生問題 香港的話 當然也有民生問題 他或者說 我們說他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對 或者說他是一個所謂的政策 香港政府統治 香港的所謂的治理的問題 或者是這個中國大陸 對於香港治理的一個問題 所以澳門的問題 非常單純 他就集中在所謂的民生問題 比如說兩年前的澳門的 反離譜法案 那麼當然這一個最終是政府撤回他的提案做收 那麼也就是在技術上來講的話 這一個示威遊行是有效果的 因為至少政府收回 可是他這個東西 他只是要求政府 你不可以在民眾的反彈的情況之下 去給你太多的一個這個離退的一個金額 但他並沒有牽涉到好像是所謂的這個 你對於這個澳門政府的一個管制的一個手段 對 甚至於說像香港現在比較多的 甚至要求行政長官要換人這樣的一個情況 都在澳門都至少但目前還沒有見到 所以我想在整個回歸之後的港澳的社會運動 他最大的差異就在他的一個性質不一樣 跟他的訴求也不一樣 還有結果不一樣 對結果當然也不一樣 那麼因為這個訴求不同性質不同 那麼當然造成的結果或者說他就沒有 澳門就沒有像香港一樣他有所謂的犯政治化 或者說把他上綱到這個所謂的中澳 或者中港矛盾的這一個部分 那所以在香港的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那麼從這個每年固定的七一遊行 那麼到後來的所謂的這個反水克御散革命 甚至最明顯就是御散革命 他對於他等於是說是反對中央對於 這個香港的一個行政長官的831的一個聲明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當然就是我們會認為說 他是一個比較這個政治性的一個議題比較多 那澳門的話就是以民生的一個要求為主 對於北京當局來講 如果是民生議題的話就容易解決 就是你就對民眾這樣不滿足民眾的需求的話 爭議就會消滅掉了 對 所以我想另外一個方式澳門政府 在解決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他也可以用派遣的方式 用現金分享的方式 政府財政比較好 對 讓他來解決一些 這一個所謂民眾的一些不滿 那麼用這個經濟上的一些補償 來化解一些民怨 這個也是一個可以使用的一個方法 不過前提要建立在這個政府得有錢才行 對 他財政實力要夠強才行 好 我們來回答網友的提問 我們網友就問說 如果澳門治理是成功的 那麼對於香港 處理香港問題有沒有值得借進的地方呢 是 我想這個治理成功與失敗 我想在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一個情況底下 目前還是一個進行中的事情 對 那麼以目前的一個情況來說的話 我個人認為一國兩制在澳門是運作的 是比較好的 那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澳門的政治 它是一個穩定的一個狀況 當然這跟澳門本身的一個政治結構也有關係 比如說澳門他是沒有政黨 他不像香港是有政黨 我們講澳門是一個社團社會 是一個協商 是一個以穩定為主的一個社會 那所以如果從這一點來看的話 那麼我想在中央對於澳門的一個統治 他也就是以穩定為最大的目標 那麼穩定的繁榮經濟 穩定的發展經濟 穩定的讓澳門更加繁榮 讓澳門人可以過更好的生活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最大的一個目標 所以如果說澳門的到目前為止 從99年回歸到現在 我們說他是成功的話 我們如果是認為他是成功的話 那麼我想他最大的成功點就在於 整個經濟的發展 跟這個的一個政治的環境 是相對穩定的很多 所以如果要把它套用到香港來的話 我覺得穩定這一個部分 也可以是未來這一個中央對治港的一個目標 或者說也是一個期許 那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或者澳人治港高度自治 這是中央是給港澳人民最大的一個政治的承諾 那麼目前在一國兩制的一個條件底下 那麼也在逐步的實行 甚至已經全面的實行所謂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但是在統治的一個政策上面 我想穩定這個東西 不管是在大陸經濟發展 或者對於港澳的一個社會情況 跟這個人民的一個幸福感來講的話 我想這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我們說哪一些東西 可以來提供香港來參考的話 我覺得就是如何讓香港能夠跟澳門一樣的 在穩定的情況之下 那麼來發展它的經濟 來改善人民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 可是香港要的 中共不會給啊 如何和訂閱 都是美國人和美國人的藝術 共產黨的意思 是關於18年 您釋放那麼多 一種人工學習所説 各種人工學習所得國產